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国新 今天日期来到了7月31号 农历是6月14星期一 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台风消息 今年编号第6号台风卡努 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 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 距离台湾还有一千多公里远 持续朝琉球的方向来前进 预估卡努到了琉球之后 它移动的速度就会变慢下来 外围环流为台湾带来降雨的影响 可能就会延长 依照目前的路径方向预估 卡努在星期三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 但是明天就在海上台风警报了警戒区边缘 会不会发布这个海上警报呢 气象局会持续的观察 至于今天的天气状况依旧是有水气的 但是比昨天还要稍微减少一些 各地大多是为多云 那么风向转为偏北风 所以在基隆的北海岸 不定时会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另外东部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 以及其他的山区 在中午过后 这个雷震雨的机会也比较高一些 温度方面变化是不大的 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左右 马上来看到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提供 大中区无量亦伐水送 周末三天八个场次 在昨天晚间圆满入幕了 把佛陀一生以及慈祭行愿半世纪的足迹 用手语音乐剧的形式呈现 有慈祭志工的孩子 他原本不懂妈妈到底在忙什么 那么亲自观赏过演艺之后才明白 母亲在做的就是利益众生 因此给妈妈一个大大的赞 还有无比的肯定 无量亦伐水送 精葬演艺长达三个小时 每一幕都让观众舍不得离席 近开始的时候到刚刚后面 我都觉得说我眼泪都一直掉 我非常感动 而且我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参加这么盛大的那个演出 我下一次还会期待再来 真的你们那个慈祭 是很有持续 很整齐让我很感动 她的眼睛如果不马上开刀 恐怕会失你 我哪有钱开刀 不论是2500年前佛陀悟道 亦或是当代社会暗角 时空交错 悟患心仪 不变的是众生平病 你老爸怕病啊 不然我真的是没法度了啦 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 孩子如果能读书 就让他们读下去 每一段都我觉得都很好 都很有意义 慈激家庭的孩子看完演艺之后 对于母亲无私付出当志工 今后更多了一分敬佩之意 演艺内容集结成册 有民众当场请购 这个演艺啊 你想要说再要回溯一下 在这里面你等于就 重新再看一次演艺这样 八场精脏演艺圆满结束 叛与会者将感动化为行动 共同以善以爱照亮全球 大爱新闻李亚平 欧阳光辉李月为 彰化报道 昨天下午第七场的演艺 上人是亲自到彰化体育馆观赏 现场1600位的入京葬志工 其中有很多是台中慈激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们亲身诠释大衣王 还有白衣大士的佛法阵地 队伍相当的整齐 也展现了同心同道的氛围 同时更期许自己这艘法船要持续启航 替苦难众生拔除病苦 大中区的第七场金葬演绎 上人亲临会场观看 法华的精神实际入世 度化人生 这几十年来的都一一的呈现在舞台上 我想这是继高雄台中之后 我们这次的飞旁的成功 大衣王分别冰箱 小辽妖心 随便秀养 大衣王拔苦与乐 台中辞院医师亲身演绎 我们同仁大概将近两百位 已经排练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今天算是一个成果的展现 但是我们也是要延伸历史的 另外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演绎 让更多人了解实际 也更希望有更多人来加入 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 抢救生命的医师 未必不受病痛所苦 而比侯部吴宏斌部长最近身体不适 他的五名学生都在台中辞院担任医师 我们五位算是终生代的医师 在部长生病这期间 我们就扛起了这一科的责任 透过这样子入京葬的活动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的老师 然后让他回复得更好 京葬演绎 真实人生 原来佛法 生活化的实践 就在心念感动的那一刻 大爱新闻 张泽仁 林新宏 专画报道 连续八场的演绎 许多的会众也共同参与了 临山法会 法喜充满 而慈祭之功也在会场的周边 透过情境的布置 同时推广人文 希望可以启发善的效应 带多更多人一起来行善 演绎会场外的竹童很受欢迎 因为投入一个善念 就是一个幸福的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借由今年的 很可爱的这个兔子 把兔子带回家 志工把握机会 人文推广 能够推广我们的戏剧 我们的大爱之友 其实我们搭台是一个很营养的 很有素质的电视 我觉得他们很有爱心 真的 很有毅力 而且很亲切 感觉很好 让社会大众知道 上人为佛教 为众生 所做的一切 那在会众会经过的地方 我们也是要传法 因为上人的法杖 非常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无量 希望会众走过 都可以感受到 那一份的人文还有法乡 回廊布置佛陀的足迹 吸引民众驻足观看沉思许久 庆幸自己没有错过金藏演绎 机会蛮难得的 好像说是十几年才一次 入口异象佛陀的一生 光是拍照打卡就被深深触动 无量意 法随受 我觉得整个台湾有这个活动 很难得 我们都很感动 演绎落幕 感动没有结束 慈激之功继续目心目爱 启发善的效应 大爱新闻李亚平 欧阳光辉 彰化报道 善的力量越大越好 最近有一首儿歌是相当的洗脑 很多小朋友都会唱 就是那挖土歌 歌词说到在花园里种下 什么样的种子 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接下来的故事呢 种下的是一颗环保种子 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小男孩 五年前他跟着父母亲到台湾 来参访环保战 被买手做分类的阿嬷感动了 开始他一连串的环保生活 不只会随身携带环保餐具 还有环保杯 也影响了建筑师父亲 把绿色建筑的概念 融入在设计里头 最近这位小男孩 将到美国读高中了 他希望可以继续自己的环保行动 影响更多人 一箱箱的纸类 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实业家 在环保志工的引领下 正体验着回收的辛苦 而这位买手在瓶罐堆 忙着分类的阿嬷 则吸引了一个 当时九岁孩子的注意 我记得当时九岁孩子的注意 我记得当时九岁孩子的注意 我只是问她很敬意 为什么你做这个 她说是因为她的孩子 阿嬷的回答 让王俊杰印象深刻 这五年她关注环保 也带动身边的人重视海洋保护 这个跟她写的一个得奖的 One Planet One Ocean 其实是一样的 类似的 对 不就是海洋的这些动物 被这些垃圾 她写的就是这些 她觉得一个年纪这么大的 老伯伯愿意贡献她剩余的精力 来改变这个社会 改变世界 她觉得每个人如果都这样做的话 整个这个世界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今年14岁的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 在申请学校的资料中 她将五年前在慈祭环保战的 所见所闻写下来 她回想着阿嬷告诉她的 做分类是为了让后代子孙 有个干净的星球可以生活 她说这一段话 像干燥土壤中的种子 及时浇灌的水 醍醐灌顶 所有的东西你看到 在汽车站里 是一件事 会保持你的生活 是一件事 这件事告诉你 我们必须行动 这件事告诉你 事情必须要改变 如果我们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短短几个小时的环保证之行 带给这位年轻男孩的 不仅是学校的录取资格 也会是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下段新闻还要带您看到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 在尼伯尔的兰皮尼关怀行动 因缘忌讳会之下 用教育拯救一名失学的少女 这份应运的起点 就在志工下她的旅店当中 19岁的少女服务生 为什么没有办法上学呢 志工如何用慈悲 还有智慧来化解难题 欢迎在一分钟之后 今天的早安慈祭情 我们透过连线带您一起来了解 我喜欢你的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驴一昂然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拥抱 一堆树子 没有感觉吗 这生效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室的印记 高温冰墨 我 坛诚相见 感谢您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接下来早安慈祭请的单元 今天要跟海外的国家进行连线 那么连线的地方是在尼泊尔 在尼泊尔有个地方叫做兰皮尼 它是佛陀的诞生地 为了回馈佛恩 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慈祭人 长期在当地展开了慈善的关怀 那么看见当地的居民生活比较穷困 因此是用透过教育的方式 来改变他们的困境 那么今天故事的起点 是在志工下他的饭店开始说起了 那么接下来连线的主角 是马来西亚分会的副执行长 陈吉民师兄 首先来请陈师兄跟观众朋友打招呼 师兄好 Namaste 主播好 全球的观众们大家好 这个是非常道地的尼泊尔文 来跟观众朋友说早安 那么接下来要请师兄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段时间长期是在兰皮尼这个时间 进行慈善关怀的部分 那么说起来 是不是最近比在马来西亚待的时间还要久 那么在当地又有什么事情 令您特别有感触呢 感恩主播 其实我目前来到这个尼泊尔尤其是在兰皮尼 住的时间是比在家里马来西亚还要长 那在这一边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海外的长住志工 不只我一个人住在这边比较久 其他的长住志工比在家里住的更久 那在这里非常感动是大家发心力宴 要为上人完全这样子的一个大院 那另外呢也很感动于本地的这些村民呢 非常的受教 尤其是在我们亚大的这一位这个酒店呢 他这位的房间的服务员呢 其实他非常的乖巧 但是呢话也不多 那我们的志工跟他接触过后呢 感觉到他好像有很多的心事 而且呢每一次碰到他 他都很少会有笑声 就是目前在画面上看到这一位少女 进行房屋工作这名少女 听说他只有19岁对不对 19岁在台湾来讲应该是念大学的年纪 那他为什么会提早就进入社会去工作呢 其实在这个19岁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马来西亚 都是进入大学或者是学院 但是这一位服务生呢 他是因为家庭的贫困 因为父亲在三年前往生 妈妈呢又这个气概有问题 那他的六位姐姐三个哥哥呢 都已经成家 那他家里还有一位弟弟需要读书 所以没有办法之下呢 他必须提早离校到外面来谋生养家 还要提供给他这位弟弟求学 所以他失去了这个旧学的一个机会 等于说这个家庭的经济重担 目前都在他的身上这样子 那我们又如何发现说这位小女孩 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看起来他特别不快乐 还是说我们志工比较鸡婆 跟他聊天才发现说原来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 其实跟他聊天过后呢 感觉到说这个小女孩呢 他很想读书 而且他的心愿是想当一位老师 那我们志工都很希望说 能够让他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去读书 为了帮助他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可是是不是要说服他的妈妈 因为你看妈妈把他送到饭店去赚钱 主要是说可以帮助家里一点点忙 但是如果他回到学校读书 妈妈肯吗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师兄师姐呢 非常的用心就到30公里外的家里去做家访 那刚开始我们的志工就是很天真 以为说要帮这位小女孩去读书 妈妈应该很高兴 那没有想到说跟他妈妈谈了三四十分钟 妈妈还是不答应 那为什么妈妈不答应呢 就是因为这个小女孩需要养 就是赚钱来养家 所以他妈妈就是坚持地不肯让她回去学校读书 不回去学校读书那怎么办 我们志峰 这下来要怎么帮助这名女孩 因为我现场听起来我心都荡下来 何况你们在现场的感受应该会不一样 那么有用什么方法再继续说服妈妈吗 是 所以说我们的师姐呢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跟妈妈说她这个小女孩所赚的钱 怎样的来补助家用呢 是由我们慈祭基金会来帮她补助家用 那孩子的这个学费跟学杂费呢都由基金会来承担 妈妈考虑了一阵子呢 既然答应了要让她回去学校读书 当这个小女孩听到可以回去学校读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她也没有想到说这是一个梦想能够成真 等于说生活费跟学费都解决了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她19岁 她曾经因为中断学院 而现在回到学校 她要从哪一个阶段 比如说国中啊高中开始念起呢 是 她是要从高中开始念起 但是我们很感动于说 她这个小女孩呢 除了感恩 她既然她哭了起来 那我们师兄师姐就很好奇 为什么你可以回去学校读书 你既然哭了呢 她说她是没有想到说 还有人可以让她回去学校读书 那她又想到说 她这样子的一个恩德 她如何的来偿还给师弟 想到这一点呢 她真的是滔滔大哭 那我们的师兄师姐也感受到说 这么小的一个小女孩 竟然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恩心 非常非常的触动 我们的师兄师姐 原来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单纯 但是呢 也可以启发她们的善念 怎样的来回报恩德 连我们的师兄师姐 大家听到她这样子的一个 想要回报 给我们实际基金会如何回报呢 她非常的感动 大家都哭了 真的 志工也好感动 我相信这时候 志工的肩膀 也会借着这名少女来靠一靠 那么这个说服妈妈的过程 真的是听起来好有故事性 我们也非常的感动 今天非常感恩呢 陈师兄来跟我们分享 这段故事内容 也祝福这名少女 可以尽快回到学校 那么早日实现她当老师的梦想 感恩陈师兄 感恩感恩主播 也感恩大家 谢谢陈师兄 那么接下来这则新闻报导的地点 同样是在尼泊尔的兰皮尼 这是呢 慈基在当地开办了职讯班 特别呢 是针对妇女 开办的是缝纫班 希望她们在结业之后 增加就业机会 赚取收入 可以改善生活 也可以翻转贫穷 不要小看自己 人有无限可能 这句金丝语就贴在缝纫机上 鼓励着兰皮尼的妇女 自食其力 巴卡和林奇 是刺激缝纫班的毕业生 结业后 两人一同加入了第一站妇女缝纫组 在社区缝纫车间工作 社区缝纫车间 从2023年开始成立 主要目的是让缝纫班的妇女 在结业后 仍有持续提升缝纫技术 彼此谋生的地方 缝纫车间的妇女们 目前为磁剂缝制结缘品袋子 并且每日将一个袋子 回捐给磁剂 翻转手心 广结善缘 中一个人 后面他们将会做好事 他们先 Tang 家里 人家 人家 要不要 是 政策 我們在家裡還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還在家裡 潘恰卡尼亞的丈夫 在兩年前意外癱瘓 家裡失去了經濟來源 慈濟援助她的孩子上學 並在疫情期間 聘用她協助縫製護口罩 心懷感激 潘恰卡尼亞和父親 答應借出家裡的空間 作為慈濟的社區縫紉車間 以回饋這份愛 社區縫紉車間 讓藍皮尼的婦女 也能為家中經濟做出貢獻 家庭才能有機會反轉貧窮 大愛新聞 YUNIS吉祥寧波爾報導 國際新聞帶您看到這場壞天氣 俄羅斯西南部發生強烈風暴災情 長風吹倒樹木 暴風雨影響下 中斷數百個社區的電力供應 釀成有10個人不幸死亡 長風掀翻了屋頂 扯壞電線 一度燃起火花 俄羅斯緊急事務部指出 離難的10個人當中 有8個人是俄羅斯聯邦 馬里埃爾自治共和國 一處湖泊附近露營區遇難的 其中包括了3名兒童 另外還有29個人受傷 天災之後看到的是人禍 巴基斯坦有一個激進的 伊斯蘭政黨舉辦政治集會活動的時候 遭到了炸彈攻擊 至少有40個人死亡 還有100多人受傷 根據瞭解炸彈的攻擊目標是匿 伊斯蘭神學者協會的 涉世 entender 法查瑞曼集团 这个政党为今年的选举 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卡尔镇 举办了集会 却遭到恐怖攻击 警方表示 这个政党的高阶领袖 原定要在集会当中发表演说 但是在他抵达之前 会场就发生了爆炸的事件 再来看到暖化的影响发现 失踪登山客的遗物了 这是在1986年 一名登山客在瑞士的马特洪峰 冰川进行的时候 他失踪了 时隔了37年 因为冰川消融的关系 失踪已久的遗物 现在重见天日 警方公布绑着红鞋带的 一只登山靴 证实是失踪登山客 当时所穿的鞋 去年瑞士冰川消融的速度 创下了百年来的新高 那么荣兵底下的秘密 现在可以说是重见天日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 早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书十三列五日日速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